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我们追寻新鲜海产的脚步 来到了花莲七星潭 这里因为黑潮经过 汇集了丰富的回游鱼类 成了一座天然的鱼场 所以夏天盛产 最富含胶原蛋白的曼驳鱼 肉质肥美 还有不输黑鱼鱼的鲸鱼 这些可是当地老韬必点 顶着控热的猎羊 晒到黑得发亮的渔民 顾不得35度高温灼身 开心的高举曼坡鱼 因为身体圆滚滚的它 张忍无辜大眼睛 加上嘟着嘴的可爱模样 虽然看起来有点耗呆 但却因为富含胶原蛋白 被老韬视为天然养颜圣品 市场相当抢手 已经可以卖到300元 每当产季必须出现 互动堆土器载运渔获 是花莲七星潭定制渔场的 特殊画面 这个距离岸边约一公里 以浮标为起的定制渔场 因为七星潭有黑潮经过 带来丰富回游鱼类 加上中央山脉直卸海底 形成海沟 而形成一座天然渔场 最适合渔民以定点的方式 设立定制渔场 也就是一种陷阱式的捕鱼方法 是将三个漏斗状渔网固定在海中 利用于不会退后的习性 只要渔群被弹网拦下 就会进入运动场 再来到守网区 渔民有如怡中捉鳖 轻松捕捉 3 2 1 开始 而七星潭的定制渔场 专门捕捉曼坡鱼 为了维持鲜度 曼坡鱼一上岸 渔民就会先取下容易腐坏的渔场 才能开卖 春啊 今天有捞到虚子吗 有啊 有啊 有曼坡吗 有啊 曼坡有吗 有啊 来 看一下 开海鲜餐厅有12年的老板陈正然说 春夏是曼坡鱼的产季 建议一般民众可以到定制渔场 买到比市场便宜快四成的曼坡鱼 将今天买了一大块鱼肉 半颗鱼头 还有整根龙骨才只要700元 装满一整台货车的鲜鱼 肉质肥美 这里的价钱比市价便宜两成 只要300元 就能够买到一大尾 是来到七星潭 不能错过的超值海鲜 等不及回家料理 想究竟在港边品尝 可以到陈老板开的海鲜餐厅 当地最招牌的曼坡鱼三吃 可是老涛吃了十多年 都吃不腻的人气料理 陈老板说 曼坡鱼的龙骨部分 拥有最丰富的钙质 做成火锅最能留住营养 融骨和鱼肉先汆烫 避免营养流失 以生姜去鲜蛤蜊提鲜 鱼汤一煮沸就要起锅 你会呼吸的淘锅加热保温 鱼肉才不会过熟 汤头也能越煮越鲜 上桌的时候 我们还是提供给客人 有在二次加热的过程 它可以慢慢来享受 这个炖煮煎的 享受汤的精华 所以我们一次把它煮走 煮完毕 那个鲜甜到桌上以后 可能也不见得说 能藏得出来它的鲜在哪里 它就是把曼坡鱼拿来熬汤 然后加上蛤蜊 那感觉上非常的鲜美 那就是太太小姐吃了 可以就是对着皮肤蛮不错 滑到连筷子都夹不起来的鱼唇 来自曼坡鱼的鱼头 富含胶原蛋白 做成热烤要好吃切法 就得下功夫 因为曼坡鱼本身 它肉Q那种软 你切片的话 吃很像等于说吃到 没有什么口感的 没有什么弹牙的那种感觉 可是你切条状的话 吃起来整个嘴巴 你看有那种鱼的鲜甜 然后柔软 都很OK 大火快炒 保留曼坡鱼Q弹鱼肉的鲜美 连高龄88岁的婆婆都爱吃 你看我像几岁 我88 可以吃的很好 它很柔软又很香 紧接着登场的豆蔬曼坡鱼 因为多了洋葱甜豆蔬香 更能提出鱼肉的鲜甜 燃煮的过程当中 它的那个刺激的刺性味 会将燃烧掉而变甜 然后提升到鱼度 鱼度本身的甜 豆蔬的香 洋葱有它慢慢用火慢煮的 比较甜的味道 然后这个鲜嫩的味道 豆蔬香气 就加起来刚刚好 呈现酒红色泽的鲜鱼撒西米 富含油脂的鱼肉 仿佛闪着光芒 入口即化的口感 可是不输黑鲑鱼哦 我觉得不输鲑鱼的口感上 它的肉质含油脂 非常的丰富 而且吃起来很甜美 很鲜 新鲜的那种感觉 吃完饭特别急着走 这家近邻花莲港的海鲜餐厅 能将一望无际的迷人海景 尽收原地 老板还精心设计庭园 繁花绽放 表语花香 园中最座巨型 风田玉鲸鱼 浑然天成的造型 出水如生 细细欣赏 艺术之美 更能增添港边 大旦海鲜的修行气氛 大旦海鲜 又苟 communities series 早昹